手撕饼的教程来了 五克的精盐五克的白糖 响边水 就是马上要开的水 但是还没有开的水 五两七咱们去和面 把面和匀或细腻 像燕子这样手法 或者是揉 千万不要让面起筋性 然后一斤面呢 咱们分成两个剂子 醒20分钟之后 咱们案板上清扫一点不面 然后把饼呢 擀成一个长毛型的大片 擀成大薄片之后 咱们给它抹上黄油 黄油要提前用热水 或者是微波炉 给它化开 黄油就是奶香味 然后咱们从上 依次给它折下来 然后中间把气给它排一排 不要有空气 将折好的饼呢 咱们一分为二 从中间给它划开 一斤面呢 咱们可以做四张 这么大的饼 切开的饼 咱们给它拉长 拉长之后给它卷起 从一头给它卷起 观看视频的同时 希望老铁们点亮你们的小红心 然后收藏视频 卷完之后 最后一会儿的时候 把那小尾巴给它压到下面 盘好的饼呢 咱们最好给它放到方面袋 或者是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然后再醒一会儿再去擀 燕子这个没有醒啊 咱们就直接擀了 这个醒一会儿之后会比较容易擀 给它擀成圆形 可以擀成20厘米左右的直径的圆形 这个时候咱们的锅是预热的 锅内淋油 下锅温200 将擀好的饼下入锅中 然后扣锅 计时大概是二三十秒钟 然后翻开锅之后 刷油 翻面 然后再扣锅 这个时候计时大概在50秒左右 50秒钟之后 这个饼就好了 这是烙完的效果 咱们可以整张上 上面撒点葱花 然后还可以把它撕开 特别漂亮 老铁们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老铁支持 谢谢你们的小红心 谢谢你们的小红心